来到了今天第一个BO3的对决当中来 Africa在蓝色方龙叔在红色方 还是要去针对BDD 对就BDD这个发调的话 就我在在前说过的 他的一个发育能力应该是跟Faker的发调是可以相比的 对对其实BDD现在问题就是 我觉得战装型的后期英雄只会一个发调魔灵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 就维克托其实基本上不太用的 Africa这边搬人很针对 针对了一手BDD的发调 针对普雷的一个韩币 就在前面搬人都把艾希给搬了 肯定就是打龙珠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作为 对那反手的话 龙珠这边是搬了一个版本强势的扎克和一个皮城女警 这皮城女警就还以颜色了 还有一手加里奥 加里奥这个英雄在这两支队里面 应该都不会放 那这边是Africa主动搬了加里奥 现在两个强势点 加里奥和打野的扎克全都给搬了 还是能最后一个针对搬 要不要考虑一下辛德拉给锁了 辛德拉确实是值得一搬的 但Africa比较容易搬 龙珠我觉得不会搬 他不太惧怕库尔拿这种线上压制力比较强的一些英雄 对的 我觉得Africa要不第三搬 可以把这个加里奥换成辛德拉的话 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多 就Africa会比较舒服一点 卡里斯塔 那现在三大AD全都给搬了 ADC带节奏的英雄搬的比较多 维鲁斯现在成为生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这卡里斯塔也是比较惧怕 刚刚浩凯说的带落飞行的那个 对 这边还是要选择去抢蜘蛛 那其实克斯这边的话也不怕你抢蜘蛛 反正他还有螳螂 对啊 包括挖掘机还在 对 螳螂挖掘机都是可以打蜘蛛女皇的 蜘蛛芒僧也是雪斌最近玩的比较多的嘛 直接改了侠 现在确实三大AD都搬了 场外优先性最高的应该就是这个家伙 这个英雄不是很怕维鲁斯 可以用他的大招躲维鲁斯关键性的技能 除了大招之外 一技能也可以躲 一技能弹道特别容易躲 虚晃一枪之后 看一下COCC这里要不要先把蜘蛛女皇给拿了 应该还是要锁蜘蛛的 没有换 最后秒换了 有可能先去抢蓝波 蓝波现在在场外的优先级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马瑞在对面嘛 但是现在带线型的上单来说不太怕你蓝波 所以说蓝波这个英雄现在优先级不是很高 但不算顶尖 龙珠今天的这种可能要比较偏前中期了 你把蓝波选了以后 马瑞他其实擅长的打蓝波的英雄蛮多的 但最厉害的还是一手九筒 但这种英雄如果真的后面选出来的话 其实他们后期团战能力是很强的 包括喜亚这个英雄团战的生存能力和输出都很强 包括其实马瑞他用凯兰打蓝波也可以打 对吧就是就看Africa现在在面对对面拿了蓝波之后 我是选择去拿一个团战的一个体系给你硬刚 还是拿一个凯兰的体系去给你打分带 因为避开蓝波的强势机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兵线去牵扯你 可以打分带也可以 在挖掘机跟蜘蛛女皇之中 其实都是可以打的 都是可以打 但是他选择了蜘蛛女皇 这两个英雄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英雄是挖掘机在前期干壳 可能比蜘蛛女皇来得更凶悍一点 就蜘蛛女皇是月塔厉害一点 但是蜘蛛女皇后期团战还是有一点用的 节俭各方面都是比较有用的 但是挖掘机这个英雄在团战里面的作用不是很大 同时上单索勒鳄鱼 他的一个思路就很明显 就是要针对你这个蓝波 对啊 要约他打你 要约他打你的 鳄鱼配蜘蛛这两个上野的配合 蓝波前期生存压力巨大 那龙珠这边的话 还是想去选择一个AD维鲁斯 没得选了 配合蓝波打着团战的体系吧 其实有蓝波的话 AD选进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维鲁斯进都不选 第二手这两个ADC一半 你选什么医生啊 反正先拿维鲁斯给拿了 最近Pray也是打了几局维鲁斯 后手扳掉对面的洛 不让你去组成情侣党 有侠的情况下 最好把洛搬了 最近洛也频频出现在 Top5的高光时刻当中 而且Tucson玩的比较多主要是 反手把一条搬了 搬一个BDD线上强势的因果 但现在的话 辛德拉其实还是在外面 但后手可以搬吗 辛德拉他们可以自己拿呀 辛德拉他们后面是龙珠可以 也不怕 BDD就是他最后实选的时候 去打辛德拉也不怕的 我觉得 而且辛德拉配合蜘蛛 也算是中野里面顶尖的 2v2能力 我搬了一手机器人 这时候肯定还是要搬个辅助他 搬了一手机器人 这个英雄 搬了Tucson两手去开先手 带节奏的英雄 没想捶石现在没搬 那他们应该是有一手 塔姆可以拿 所以说不太怕你捶石 还是最后一个 要不要把辛德拉锁了 这也是应该是两位说的嘛 就是蓝色方可能搬的概率比较大的一个中单英雄 没有 没有搬 反而辅助杰拉 杰拉家 因为你搬机器人 所以我怕 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要选杰拉 所以我就把杰拉给搬了 杰拉的话 配合维鲁斯 线上能力会非常的强 也是格尔拉自己最招牌的英雄 这边还在犹豫 是先拿中单 还是先拿辅助 是格尔拉跟BDD在交流 那最后确定 把康代位留给BDD 格尔拉最近机器人手感还挺重 最后还是先锁新的 因为确实辛德拉放在外面 到这个红色方的四号位还在的话 确实你现在抢下来没什么问题 而且他先拿 随时对面拿一手塔姆的话 下路就积极了 不过讲 这手辛德拉他自己是想选的 他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自己 想选一手辛德拉 打得更顺流一点 叫我线上可以打一个强压制吗 对 对方的AD和上野 现在选出来 真的我觉得不是很怕辛德拉那种 鳄鱼本身很肉 然后这两个AD又有大招 啥又可以躲 蜘蛛有吊钢丝 都不是很怕 再选一手布龙 很克辛德拉 四手英雄全部都是有点 不怕对面中单的 就限制这一盘辛德拉的一个发挥空间 辛德拉满能发挥的 中度拿什么 雷格多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支援 他这个阵容的话 去两条边线 就是他中路往两条边线跑的话 成功率都很大 看他会不会去锁一个元气 卡尔玛 那就是打一个团 而且卡尔玛在中路的话 我就不跟你打线上 我就推线 推线之后往野区走 而且他拿到卡尔玛之后 狗尔拉这边就拿不了了 其实有蓝博的阵容 有这种希德拉什么的 转线配一个卡尔玛 还是挺棒的 这要符合库尔的属性吧 这个英雄是库尔的擅长用 有卡尔玛的话 对面蓝博在团战里面的发挥空间 也会被他所降低不少 对 一举多得 而且善子妈不太容易被希德拉压牵 这种BP下来 我觉得Africa比较称心如意 蓝色方在这个版本 确实在BP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感觉龙珠 这个希德拉这一盘的发挥空间 被Africa的这个阵容有所限制 同时蓝博的话 也是被这个卡尔玛给限制住 就上中两个输出点的一个作用 可能会非常小 这一盘 对 然后下路又不是很好打线 打野的话 有点小back counter 这是一个back counter的角色 也是比较主动的 这种两边选的都挺主动的 但是龙珠这边需要发跃的点 是这个上单 看看他能不能在前期扛下来压吧 毕竟选到蜘蛛和鳄鱼 这种上野组合 肯定是要围着他开刀的 班匹克来讲的话 我感觉 Africa应该赚了蛮多的 很多 大概是一个三七开的班匹克吧 对 三七开的班匹克 Africa这里七 赚了蛮多的 各条线都是counter的 Africa他们做到的是 我放你南波加辛德拉没关系 我抢到了蜘蛛 我前期有戴杰斗力 同时我有一个卡尔玛 包括我的阵容不怕辛德拉 就是南波和辛德拉 这两个点的一个发挥空间会很低 其实现在在 所有的高端队伍的班匹克里面 有一手去选择方式 有一手选择方式是很危险的 就是你抢对面的三场英雄 最近事情本身是很危险的 他知道怎么去打 对的 你选蓝博去抢了一个 对方的上单英雄 现在的结果就是 好 马上进入到 今天在当中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局对决 Africa在蓝色方 龙珠在红色方 只要是他们在蓝方 Africa选了一套看似在红方能拿到的counter阵容 这个就比较稀奇 不过霞这边没有选择多兰顿啊 他这个下路兑现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有布隆嘛 有布隆不虚的 霞布隆 这个防守 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现在虽然到了7.12 但除了女警之外 还没有什么AD 不出多兰顿的 主要这边他带了一个嗜血 对方也不像女警那样可以无脑去点他的 也消耗不到他太多的东西 好 先秒个眼 布隆和塔姆的话 也是现在比较克制垂石的两个辅助英雄 诶 这边走位 马润在1分10秒 还在下半区 哦 还是要上去了 还是要上去了 这个也不敢做过多的动作 防止对方的一个入侵吧 毕竟有一手垂石在 嗯 有可能会直接来入侵的 这个地方已经被眼看到了 但是 Africa是并没有往对方的一个野区不演的 就现在Africa是不知道龙珠的一个开眼路线的 但是龙珠应该是知道 Sprid那边是一个 F6开 下半区开的 周禄是帮忙吃了一个小子 他就直接把惩戒给交了 蜘蛛女皇其实也不是很依赖惩戒的去打野的 不像其他的打野 这边又是帝王式的一个开野 对 直接是速兽F6加红 然后刷上去 那这样他会在很早时间对这个蓝波形成威胁的 这边 芒森这一波刷野是有龙珠的下路刷上组方 也没有慢到哪里去 嗯 上面慢了一点点 而且死禄想动伤的时候应该至少要等到鳄鱼三级的话 才比较有机会 三级之前你去的话 鳄鱼少一个技能也不太好近身 他自己自己把等级刷的太高了 但是不能配合鳄鱼也不行 已经到三了 上到鳄鱼的话 把兵线控一下 这个应该控不住 那可能要等到蜘蛛把三郎收完之后 收个河线 然后再看机会 感觉有点想干中路啊 这个兵线方面上路是压过去的 上路没有太多机会 除非去强约他 但是这个时候肯定能够想得到 对面的一个瞎子是在上半区附近的 这时候蓝布还是满血的 而且你只有三级四节 这种时候想要约他 其实风险挺大的 瞎子也在上 中路的话到三级卡马有机会先手 其实有机会 卡马如果能够连到这个新德拉的话 基本上蜘蛛女皇这一套combo就死了 前期蜘蛛的单点伤害 应该是打野里面算是最高的了 他把一套技能打全的话 毕竟可以打两套技能 变身再打一套 现在也是有点原因 暂停一下 感觉这两天倒是暂停的次数变多了 应该是可以马上恢复的 这边的话选手 也是已经是开始认真的在看屏幕 应该是已经恢复了 恢复了 马上进入比赛了 哇这一局龙珠的阵容不好打呀 挺难玩的 要看他们怎么把这个 队伍联动起来了 确实比较难打 线上都不是特别好处理的 应应打线上都打不过 Spirit这波的入侵是被眼位给洞察到 但是同时的话 中上是被压线的 那野区其实 卡子这边没人帮 Spirit这边过来的话 卡子要在这个石头人这个位置蹲一下 先打一套吗 先打一套的话是可以打的 虽然说等级落后 但是直接先手 直接动Spirit 先手把Spirit给打残 同时克兰都往这边支援 Spirit这边的话 直接是反手要打 飞天躲一下 这边的话 鳄鱼的WCD应该是快结束了 运不到 但是信道拉已经包过来了 追过来了 不过卡尔玛赶来的有点晚 闪现先躲一个晕 不过随着这个位置 没有飞天感觉 还是要先死 闪现过来一个骷髅 也是逼掉了对面南波的闪 后续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看一下这边卡子还敢不敢追 鳄鱼还要打 要杀鱼鱼 哇卡子这一波 没必要了呀 换掉了 但是后续的话 还要去杀马瑞 这波马瑞应该也跑不掉 而且双巴士到了克兰里 骷髅没闪没状态 这一波骷髅也跑不掉了 这 独自队在跑中里面反蹲 交掉了一个盲森 然后换到了三个人 对这一波主要是F6 那个入口的眼 非常值钱 当时中路虽然说是被压线 但是他眼位知道你的一个 打野进去的第一时间 BTT就选择了往这边支援 对 信道拉过来支援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老铁们注意一下 这三个人都才是兰博的 感觉要爆炸 我们前期就担心 克兰能不能发育钱 其实现在这个7.12的版本的蓝博 而且死猪越这一波的话 打野有点强了 直接下来了 迅速来到一个双生组 先杀一个辅助 辅助应该是走不掉了 交了支援 闪先也不想交了 位置太近了 这支援其实是交给自己的 死太快了 说不定还要被主角找一下 那也在上半区双生打输了之后的话 死猪越迅速的来下路打了一波 那还行 至少是没有让自己三线陷入面 是蓝博四分钟小面具做出来了 很难玩 现在其实鳄鱼本来就不好打蓝博 现在蓝博的改动 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是Q技能的一波伤害改强了 一波伤害改强了 所以比如说蓝博现在在对拼 鳄鱼这种技能cd比较长的英雄的时候 是比较有优势的 而且他的中期的能力 是比之前有加强的 他中期的话 是比之前的蓝博要厉害一点 CLC的这一局 他就围着上路来打就可以了 保证蓝博这里 不会被强杀掉 这边包帅果是下去排眼 虾子这个位置可以包啊 而且BDD第一时间就过来 虽然交了一级 但是这边一脚踢到减速 但是一个人伤害应该打不死 要越塔了 上路蓝博推线吗 不推 其实中路新大拉已经过来了 感觉三个人要去越塔的话 马仁很难受 因为马仁这边的话 装备现在很很差 而且没闪现 不过这一波也许 碰到了 上次马拉已经从侧翼赶过来了 这个地方想要追 Q技能 W牵住知道你没闪现要强杀 这波的话看伤害直接是怼死 而且BDD没有到六级 也没有办法去报仇 哎呀 这两边打得有来有回的 现在上野以及AD 一人一个人头 现在这种扇子妈放的好的 RQ你是走不掉的 它封你走位吗 对 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走位 去躲这个扇子妈的RQ了 你能躲个伤害也可以 结果伤害也没躲掉 还被减速了 躲不掉 这个太恐怖了 他直接丢你前面 你怎么都走不掉 除非你往后走 哎呦 我刚觉得 他那个位置确实没得跑 没得跑 没有角度跑 他已经是用摸眼去躲了节奖 对 酷酷这边蓝量太低了 选择回城 BDD也是到达六级 这个时候 芒僧可以找点机会 不过他等级太低了 现在一个四级的芒僧 队友是优势吧 这段时间他要补一下自己的等级和发育了 但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环是 Africa在这个前期没有办法去限制蓝波的发育 这是本来想的是他们这个蜘蛛家鳄鱼 能够在前期限制这个可汗的发育 但是现在可汗三个人头在手 中期的一个团战能力 那龙珠应该就是完全不怕Africa了 现在鳄鱼看着蓝波已经打不过了 我压着打 对 这个等级还要被拉开啊 这样子直接是越冰线把鳄鱼赶走 芹兰娜这里拿个蓝霸 但芹兰娜和善子妈补刀是一样的 而且有三个主攻 发育还可以 直接倒钩打到了 下路现在随着等级的增加 带布隆的组合都会有一点点小优势 对拼起来不会怕你 AD还是个侠 这东西前中期的能力还比较强 善子妈这局不是选择出鬼叔 是出圣杯的 因为我们之前看了很多局 中单那种AP输出型的善子嘛 打伤害的是吧 打伤害什么大面具啊 炉灯啊 鬼叔 但这局比较选择比较常规 这边野鱼遭遇到打一波 不太疼 因为现在圣杯减CD没有以前好用的 减CD只有10%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出个20%减CD的装备 有些人比较在意这个减CD 有些人比较在意他的法强 还有那个护盾给的回复 酷炉的话 心是一颗蓝领的心 所以肯定还是出圣杯的 他身也是个蓝领的身嘛 这边突然打了心之后的一波野区 直接是把龙珠的下半野区全部 直接是把龙珠的下半野区全部点亮 而且这个眼位是等一下可以给到马瑞的一个绕后眼 但是这个时间段应该还是不太敢去动下路 南Africa取得的策略应该就是要想办法去干下路了 上路可汗 我觉得他们控龙的可能性会更多一点 因为他们去动下路的话 这个可汗踢下来 下路你敢约塔 感觉Africa要遭中啊 这个约塔的话 就要看这个中单的志愿速度 假如中单卡马能够快一点过来的话 比这个辛德拉快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的 辛德拉毕竟是没有传送在身上的 这段时间对线 Crow的等级经验是赚了挺多的 你现在BDD半级 Crow这边回家直接把水银鞋磨出来了 除了这个装备 辛德拉在线上就对他没什么威胁了 这也很符合 他圣杯的出装套路 对 圣杯水银鞋 之前胖娘军打中路的时候 也是这套出装 这边的话Africa对双人组有想法 不过Guerilla隔墙的这个插眼细节 直接是把这三个人给插出来了 大家平时玩的时候 也记得就不要非常耿直的 到那个地方连探 经常容易被蹲 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插眼位置 但是BDD是在河道草丛在埋伏 这边已经开始需求 不过Spirit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两个人都在草丛里面 但是BDD的感觉要被包 这边是知道你在蹲 反手走位扭掉这个节奸 两边一直围着猪呢 在做视野 但是中午一直没打过架 龙珠这里很想去带一步节奏 现在中野的经验都是挺吃亏的 卡斯这边对上路的鳄鱼有想法 看一下能不能扭到猪 马瑞尼的一个闪现已经好了 不过一技能当然已经CD了 这边要跃塔了 看一下卡斯的一个位置 是从塔后绕过去的 这边强行闪现过去一脚踢 接上二撞Q 直接收掉 那马瑞尼也没有办法跑 连W技能都没有用出来 对那F1卡蓄谋已久的 这条小龙是可以成功收下来 对闪现躲兵线 直接把这个路鱼杀了 马瑞尼这一局 看来前期想carry的话 心有鱼儿力补足啊 那边的三个人打一推塔 不过马瑞尼这边TP 复活是有TP的 大家看一下推塔速度应该不够 这边踢下来是可以守得住的 哎 空手从侧翼走过来了 刚刚那个地方 河道士也看到 直接交TP 应该是要速刷一波兵 只有三个 三个远程 蓝博回去也做了个水龙鞋 还是怕控前期 主要是他现在打这个 马瑞尼没什么压力 马瑞尼在自己利封的情况下 也选择先补这种肉装和CD装 这也是比较稳头的一种 出动方式没有选择在自己利封的时候 强行出出出 这这种轮位出来以后 就大家和平发育 对吧 打到后面经济差距缩小的时候 比例缩小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可以玩一玩 而且鳄鱼接下来的话 应该也不怎么会参团 他还是要去分代补发育的 所以说他现在也不着 不着急去补出出 分代发育的话 他至少还有个五六分钟的时间 给他去吃经济 补一件提亚马特什么的 让他想要带线的话 他应该是出到争奋铠架 回去把这个争奋铠架补出来 小的魔法 再出水一些 就是推完线回去出点装备 突然线回去出点装备 一点都不贪 龙珠队中下部分这个地方 视野布控非常的紧凑 现在双方其实应该对上半区 都没有太大的想法 双方的上单出装都还是比较偏稳妥的 那视野的争夺的一个重点 还是在下半区 对 蜀队下路有点危险 所以说格尔拉一直没有离开过 就垂直也是打的那种比较保护型的 蜀队就快没蓝了 不是我也是 两个中单 哦 直接撤个蓝吧 他继续撑线 现在Africa在下落后面对方的野区里面 是没有再继续去续一波视野的 也没办法续这段时间 没有人去保护他们的视野 那上路这多鳄鱼的红鱼塔 其实没剩多少血了 龙珠很可能就是下一波的进攻目标 首先是这个上路的一塔嘛 这上路的一血塔 有办法推一推的话 其实是比较有优势的 这个一血塔剩的血真的不是很多的 芒僧又在厦门区游走 但是全是眼 所以说想要抓下路这两个人 没啥机会 但是孔尔玛也到一个六级之后的 有大招的情况了 现在双方打野还是围绕着中路在打 对还是想要纠结在中路啊 龙珠这里中路的经验 还是亏了那么一点点的 中野的经验稍微亏了一点点 虽然现在等级上面没有劣势 但是刚才其实是有一个等级差距的 现在随着等级增加 并没有实际上的差距 还是想要去打一波 把中路解放出来 龙珠这边推完线之后 直接野区动手 差点那边响踢 但是直接飞天躲了 那上半区直接在你打野路头的时候 一波对拼 但是反手的话 下路也开打 这边的话直接是大招躲掉你的一个大招 之后反手倒过没有勾到 不过双方的TP都已经亮了起来 但是可安这攻势很危险 反手先往后闪中 大招扑下去 没有扑到人 而且卡玛这个阿易的加速 是直接脱离的 这波鳄鱼在上路补巴鱼 没有TP自己的队友 在下路没有吃亏 这波他还是很赚的 而且阿富卡整体的四人阵型 现在状态还可以 手足的防御塔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就现在 Africa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明显 就是让鳄鱼去补发玉 然后你这边强开团的话 你南波下来 我用卡尔玛下来之后 用阿易去化解南波的大招就可以了 而且可安刚下去的第一时间 是把闪现给交了 因为被 在侧翼 太差了 侧翼被旁边逼走位了 而且他后续那个大招 好像撒得有点歪 他撒的时候 卡尔玛阿易 就是他一撒大 卡尔玛给个阿易 根本你就算撒得好 这一波让马尔玛发育了之后 把这个塔也是耗了一些血线 就感觉现在鳄鱼 有点打得过蓝波了 蓝波碰到鳄鱼 这种纯出魔抗的装备的 出装方式 好像也没什么很好的办法 而且马尔玛在转 他没有直接出正常 他这个燃神宝石 是要先把黑鞋扑出来 还是比较灵活的 他有一个水晶鞋 加上一个魔抗装 绝对是够的 你单杀是不可能杀得掉我的 而且我们刚才看开大招 对拼的时候 南波已经有点拼不过了 毕竟南波跟你对拼的时候 也不会直接撒大招给鳄鱼 鳄鱼你只要意气的没用的话 我撒大你就拉掉了 不会直接撒大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 卡子和BDD又来了 目标又是马尔玛 同时是上路的医学塔 有机会争夺 马尔玛一脚被踢到空中 接上了一个挑衣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很难跑得掉 有一个爆炸狗是在旁边 炸一下 但是还是得死啊 最后一个西方RQ技能收掉人头 而且顺便还能够让科喊 自己把上路塔前给吃了 这边的话是知道你这个BDD要回装 卡了一个位置 打了一套 没关系 这个地方有一个加速弹 而且自己带的是一个 哦没有没有 有一个加速弹 直接走掉了 这个峡谷先锋的话 在中路处理好兵险之后 是有机会拿一拿的 走了 先安排拿 先要回去出装备 蓝波应该囤了一笔钱 可以把这个鳄鱼复活可以踢过来 也不敢直接动 咱们现在16分钟也有时间 嗯 科喊这边的话回家大面具是已经有了 嗯 而且他移动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想去下半区打一波 往中路再走 相当有钱 三个人头一个一塔前 这边小龙是马上刷新 同时自己上路兵线比较好 科喊是直接选择了往下半区移动 这一波的话是可以卡鳄鱼带线的时候 率先去给对方的一个下半区进行一个进攻的 想要去拿这条龙吧 他自己是没有TP的 但马鲁这里占了一个TP的便宜 还是先把上路兵线处理一下 龙珠这段时间想要尽快的开起来应该是 要么大龙把打这个小龙把这个对面的一个马人给逼过来 要么在下路开团 看想怎么抉择 选择直接动小龙 不能够让马人继续带 对这波鳄鱼其实兵线还没有带完 而且刚刚用完技能 要么带完兵线以后马上会TP下来 那有点慢 这个龙应该已经没了 侧面罩 同时正面的话大招定一下 那直接是拉掉了 没有选择踢下来 因为觉得踢下来的话 可能打团也不一定打得过这 没意义了 这一波团战在打 从侧面绕后的是一个扇子妈 农组选择要去压一波中逃 这边的话鳄鱼从侧面绕了回来 同时几方的一个防守人员 也在野区往那边 把一脚踢回来的一个布隆 卡子这边的话 两层被动没有被击晕 而且刚刚突进闪现 躲了这个钩子 不闪现也勾不到 反正 胆子挺大的 这样的对方野区里面 有自己的视野 这边的话 特拉玛也是找了一波机会 消耗了一下下塔的血线 血线已经很低了 所以这个时候有闪现 哇 上走位 可以 很自信 但是勾到我觉得也打不死 他就是走到那么往前 勾到应该也打不死 因为毕竟对面的一个打野在蹲 你这边勾到要硬打的话 可能自己要骄 他不是很怕 这边节俭跟大招 踢波直接 瞬间秒杀 没了 融化了就消失不见了 就在飞在天上的 这个真的是秒杀 主要是他这个下塔的血线太低了 而且当时草丛里没视野的时候 他有点往前讲道理 用仅剩的一点蓝量 把这个蓝buff抓过来 直接打掉 两边方面 哇 看这个上单的经济差了多少 一个7300 一个5500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 大哥也没有机会 把这个压力给扛住了 他其实一个人单线打的时候 问题不是很大 就是打团的时候 或者是被抓的时候 有点没办法 而且其实 阿菲卡在这段时间 处理的比较好 就是他没有让 蓝buff的这个经济差 经济优势 在团战里面能体现 这边要去抓蓝buff 看一下 这边加速 两边都有闪现 闪现晕 念子牵住 看一下支援的一个速度 感觉有点慢 不过这边卡子支援到这一脚 有没有大招 没有踢 没有大招 那这样的话 直接是收掉蓝buff之后 反手还要去逼卡子 逼得有一个闪现 打回来了啊 这一波 把上单杀了一次 就 阿菲卡在前面的 那一段时间处理的比较好 就是他没有让 蓝buff这个经济优势 能够去找到机会团 唯一的一波 踢下去的蓝buff的 一个大招 是被凯尔玛的 一个TP的 一个AE给化解掉了 后面的那条小龙 也没有去跟对方的一个 蓝buff体系 去纠结团战 阿菲卡 想要趁着抓死 对面蓝buff的这个时间 把下午先锋给拿了 看一下 打的一个速度 对面的一个可含复活 是有TP的呀 感觉有点 打不下来了 这一波 要撤要撤 反正上路防御卡的话 马人可以把兵线推过去 对这边农珠看一下 怎么说 等着拉掉 这边交TP 这边勾到 要硬打了 这边有盾牌 但是还是很难跑 托洛跟队友脱节了 这一波马人也没有到 正面战场 还想打 好像来不及了 剩下时间不够了吧 两边应该都是想守一下 这个这个 农珠应该还想打的 农珠现在可含的话 状态比较好 没时间呀 托洛和托洛 还有郭瑞拉都没有大招 强行要打 强行打 一角收掉之后 收掉buff应该要撤了 这是最极限的瞎狗先锋 就差几秒钟 就差几秒钟 就已经回到虚空了 对不阿菲克还是比较稳健的 阿菲克还比较稳健 对方技能大招都交完了 他们也没选择去守 守一下塔 但是这个塔血线很低 这一波的话要去包夹 但是对方那支柱 已经支援过来了 看一下 托洛这边的话 选择反打 对方单重拉过来 双方TP同时亮 看一下这边 托洛可能要先死 除了已经是倒地 这边呢 克兰选择回神放 但是一个大招 是阻掉了克兰的伤害 跟进来的一个马润 往前切 有没有W 加速过去 塔还有一丝血 没有点塔 反手一个Q一晕住 反手这边直接在塔下被击 但是没有死 还是被放死了 蜘蛛飞下来 这个地方想要杀 这台也是被换 一个阿姨收掉对方的一个 又连住一个Gorilla 接下一个Q就能又杀一个人 这一波卡尔玛又拿下了两个人 两个Q两个人头 鳄鱼还是比较肉的 这前期的鳄鱼出了很多的肉装 顶了蛮长的时间 可以直接来 对这个大龙下手 可以尝试一波 只有一个 芒森是复活来的 但是芒森 打大龙的速度 有个蜘蛛还行 ADAP都在 ADAP都在 但是3的血量不是很多 这是个麻烦 对 这是个麻烦 让富龙去扛一下 强行要打 这边有一个阿姨的护盾 看一下这波卡子了 要处理一下 这波的话要强行打大龙 就只能看卡子 这边没有强 抢一下 下去没有这位卡 龙是被扇子骂给拿掉了 最后CUZZ这边 最后一下扯毛给杀掉 这波挺惊险的 这波布龙的大招 没有成功 那个阻挡CUZZ 下来差一点点被承接掉了 这边其实这个反打的机会 选择的很好 CRAMA 依人的很好 所以直接先手被打死了 AD是已经少了一个 然后大招又被骗掉了 就可汗这个大招 其实没有任何效果 他扑的时候是 扑到了狭的大招的一个 手机被闪现骗掉了 对 格尔达这一波很细节 他是先扫 然后这个网络想要进场 打着控制 没有打到 然后后续又是一勾 不过再往后的话 这个塔血线太低是一点 另外他们的血量也很残 但这个时候阵容的强烈 是就出来了 龙珠这个阵容 就是一波流 他技能丢完了以后 其实后续的持续力 是很差的 而且从Banpick选完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其实Africa这个阵容 是克制龙珠的 就是龙珠他们的一个 发育的非常好的蓝波 发挥空间是很小的 因为有一个卡尔玛的 一个RE存在 你的蓝波的大招 同时BDD这个辛德拉 他能够去秒人的 一个机会也是比较少 因为鳄鱼魔抗装很多 然后蜘蛛有飞天 AD有这个大招 然后中单有 还有布隆的盾牌 BDD这个辛德拉的 一个发挥空间是很低的 刚上入那波团战里面 PRE也是最先被秒掉了 秒掉了之后 蓝波大招没放好 最初他们已经失去了 作战的资格 一开始围着塔打 但是后面塔很快就掉了 所以说没有什么资格 继续往下战斗 现在推这个中路 中路塔也是 几几可爱马上就掉了 大招定 但是后续南波大招 洒下来直接是 又被一个阿易化解掉 这波血线打的还是挺高的 看一下这边蜘蛛被踢回去 但是双方是进行了 一个打野的一个兑换 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了 感觉 这个防御塔可以强拆一下 顶着塔拆一下吗 有点难 等下一波兵线吧 刚刚那波 其实卡马是把一技能 交给自己的 没有掉阿易 他是等了一下才用阿易 对 他技能CD嘛 一技能技能CD 所以有点尴尬 所以队友掉了血 掉的是比较多的 中路塔也是被推掉了 现在这个大龙bub拿到 阿易化感觉 一胜利又进了一步 直接滚到5000块了 经济 排得很快 排得很快 二场直接拆掉了 没了 直接拿掉 就是滚得太快了 这是很少数 我们看到阿易化这里 大哥没站起来 其他的人就是 阵容好 确实阵容好 你看有个卡马在 有个布隆在 这些这些英雄 都是有持续作战能力的 而且他们的阵容 就是跟你硬钢团战的 同时我还能够 在团战里面 counter你的一个英雄特性 counter 然后持续作战力 又比你强 然后还counter你 又可以打传比你厉害 感觉很完美 大哥这盘状态不好 被抓了 然后其他人集体发力 带他赢 这边招的这个峡谷先锋 是从侧面先绕了一圈 但是感觉碰 碰不到塔 这个峡谷先锋 感觉看不到一塔 又是一只 史上最大峡谷先锋之一 这是打小兵的峡谷先锋 大龙buff兵啊 打不过 也没办法 感觉龙珠这边 没什么翻盘点 他们这边打到后期 也没有 到现在杀了三条龙 全只土龙 阿菲卡拿两条 龙珠拿一条 这个优势方 还有两条土龙 对 你仔细想想龙珠 这个阵容要怎么翻盘 只有等到BDD 四件装备 或者五件装备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一套进了 无脑秒人的时候 才有机会 让他找机会翻盘 关键是他 无脑秒人的时候 还有个防盗门等 就确实难受 但是这种时候的话 就更没有机会翻盘了 就有两个人 可以躲他的大招 一个蜘蛛 然后还有一个防盗门 他能够发挥的空间 防盗门的同时 还有一个RE的裙盾在那等 意思是只有等他 QWE三个技能带雷霆 基本上可以秒掉 一个后排的时候 那种时候 还要避开 所有的限制性技能 把穿杖帽子 这两条文好吧 但现在这种东西 离得太远了 我们就不想了 不想了好吧 就提一种假设 现在但是这种假设 确实离得太远 5000块钱的经济优势 现在有个阵容的优势 这边想去开吗 一脚没有机会踢 反而是自己被机会 在空中只能够 把这一脚给到了布隆身上 还好是死先换掉一个布隆 不过蓝波这个大招 感觉周效甚微啊 鳄鱼的TP又取消了 不过问题很大的是 刚刚他们没有人 点塔的最后一下 如果把塔的最后一下 点掉的话 刚刚那个布隆 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死了 但没有人敢打 其实低位是不敢点的 哇这伤害 一瞬间被集火残血 但是后续感觉对面 也跟不上 这三天过去大路 又是被一个互动 给化解掉了 额鱼已经到后了 马运从后方牵了过来 尽量是往四个轮堆里面冲 但是没有放出自己W 反手打出了自己闪现 是这一波进去 看似很凶的气势 但是对方的一个 控制太多了 他没有放出技能 对 博威拉这个控制给的挺好的 当时其实满团判断的 你说你去杀谁 几个人都想杀 一个残血的可汗 还有一个BDD没闪现 到底杀谁 但是贵在人多 感觉就可以留住谁 贵在人多 倒是可以杀的 感觉每个人诱惑力都很强 仔细一想 龙珠这边的阵容 每个人其实都挺好杀的 马运这一盘是个火把子 他这个鱼打到现在 基本上就是属于 被对面集火打的那个 第一波吃亏了嘛 主要是 给那一波 创造输出时间 对 那一波与阵容无关 主要是一个引文力功 你看卡子在走位 想去懂技能 但是这边的话 最后链子是被震脱了 对 2C的话 没有第一时间 跳上去给QG呢 留不住哥们 太难忘了 现在龙珠没什么翻翻点 就虽然说这个可汗的 南波发育还不错 但是他的大招 能够起到的效果 实在是太差了 就现在就只能等到 Efrica在一个 不利的地形里面 给予南波这个大招 一个比较好的发育空间 才有机会 而且讲道理 南波和辛德拉 这两个中期 开日能力巨强的点 他们的发育都挺好的 但是他们没有发育地 就没有发挥空间 现在确实是没有什么 很好的发挥空间 几个英雄都是被counter到了 现在南波想要打得好的话 只有等维鲁斯的大招先手 然后他给一个 被打住的那个人大招 能够给一个比较好的伤害 而且还要在那种路口堂 会比较好 就是在一个狭窄的一条 小巷子里面 或者是一个路口里面的话 可能大招能够起到一个好效果 他们这个守防御塔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依仗的 就守防御塔 你只要把对方打残杀一个人 就可以了 就可以守住了 还是可以拖一拖的 这个阵容还是能拖一拖的 不过库鲁斯这里的出装 倒是挺非腾寻常的 他是选择 两件的 就是保护性辅助装备 还有一个大面具 现在出大面具的中单比较多 而且这三手装备都挺稳的 大面具现在是最稳的中单装备 因为一般如果出 圣杯加香炉的中单卡尔玛 他的第三件会补帽子 那样可以提高自己的法强 让顿厚一点 不过这里选择了一件穿透装 加雪 最主要是加雪 可以 这件装备 加雪太赞了 很多这种蓝领型的中单 就特别喜欢 这件装备 就是说其实法强不是很关键 反正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AP装 对不对 现在大龙已经是刷新 那上半野区的视野 已经是被Africa给控制住 同时鳄鱼现在单带点上 是不惧怕蓝波的 虽然说你蓝波这边伤害高 但是鳄鱼的魔抗高 他单带不怕蓝波 那视野可以一直的持续的控制 这点确实是比较难得的 除了很多的魔抗装 蓝波 蓝波主要是正面战场 他又需要蓝波去再正面战场 不然的话 维尔斯大招接不到一个蓝波大招 他们很难去正面对抗斯比斯 但是你蓝波只要是在正面怒头的话 其实Africa正面就会很小心 他不会给你轻易开到他的一个机会的 这要准备打大龙了吗 这个地方 直接下去排下去 两两个针也 应该还是埋伏吧 以Africa来说的话 至少还是要蹲死人之后才会去开大龙的 有布隆带还是有机会的 有布隆加霞的一个combo 有蜘蛛特别是 看一下这边的话 能不能控制 反手一个Q1 这边是激活布隆布隆 局去蹲牌 但是这个血线应该很难跑 看杀子这些过去 一脚没有机会踹到AD 反手又是自己为手 两波卡子的一个进场 都是被克拉玛非常快的一个大招的反应 不是 突进这一波竟然没死 他这样被爆打 他不想去大招给到一个辅助身上 他应该是想等 卡子进场踢回来的时候 在空中去秒掉那个人 但是每一波卡子的进场 都是被克拉玛一个非常快的大招给躲掉了 这种情况他在省技能确实不太应该 杀了辅助的话 其实杀了辅助的话 不解决根本问题 就是在等30秒钟时间 接下来还是一样的 还是会很难 但是如果你不丢大招 找到机会 对方辅助死了 你把对方C位找到机会秒掉的话 这个盘就有可能翻过来 这有可能打大龙 这BGD还是一个比较carry的这种想法 想要在 但是找到机会 他们现在列势太大了 就这种carry的想法 确实很难失去 这边大龙 大富的一个 阿菲卡 想强把这个阿尔塔 勾到的中单 但是交产鞋往后拉 这边鳄鱼进场 依仗着一个阿尔塔的伤害 看能不能打 这波的话反手是BGD先秒 看这波追击 蜘蛛龙这些跑到 这一段钩子又高了 Crow这个位置应该也是要死 这波 这波蓝波大招打了大量的伤害 对 绝境之中 把对面大龙buff打得只剩两个 阿菲卡这一波觉得自己有大龙buff 觉得非常的强势 想要去抢琴拆了 而且刚才还是全球把塔拆了 但是Crowman找到机会 一个暴击 把对方的蓝波给偷死了 可汗这个位置太不小心了吧 前方没视野 他站在兵前面回程 主要是下路的兵线太多了 他想早点回去收 强行送一个 没想到这个霞过来打个回马枪 这兄弟还在旁边 居然把我给偷死了 刚刚这个天女散花配合蓝波大招 确实打受了成敦的伤害 而且哭着这里 连去在一波团里面 被垂直连勾两次 确实不太应该 看一下回方 也就是走位迈了个破绽 直接一个极限距离的钩子 蓝波大招这一波被动 强行开刀 不容易就都站在蓝波大招上面 蜘蛛女皇和马瑞都吃了蓝波很多的伤害 然后又一勾 而且蓝波大招刚刚是把Krama给隔开了 Krama在蓝波大招铺下那个时候 他没有办法做输出 毕竟霞这个英雄手还是比较短的 但不解决根本问题 刚刚他们想要推荐的就是一个上二塔 虽然说没有后续的什么 但是上二塔拔掉了 而且这条火龙也被他们控制了 解决根本问题 就真的需要去新的拉找机会 把对方辅助免费杀掉 杀个C位 然后拿地图支援 还有再有机会解决根本问题 刚刚龙珠拿了一波团的胜利 但其他什么都没有 顶多算是阻止了对面后续的推进 阵容还是人家的AFRK的尝试 确实阵容选得好 影响太大了 毕竟8000多块钱的经济 就主要是阵容存在着克制关系 这个是最主要的 就是蓝波的一个发挥太尴尬了 就刚刚那一波是对面冲得太深 然后给予了蓝波一个比较放大的一个位置 但现在对面只要是注意站位的话 其实可汗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放大招的机会 除非你再勾到对方C位 再勾到卡 就挺难的 苦肉不可能在这你勾第三次了 过分了 不一定 那得收多少QB 上路做一下视野 主要是龙珠现在还有一线升级 就是他们的高地没有被破 上高地确实 Africa这个阵容的话 上高地 还是得依赖大龙buff的分带去破高地 会比较靠谱 没buff的 他们强行 强行抱团去上高地的话 手比较短 然后会给予队啦 勾到就是刚刚那种二塔那种开团机会 对 挺危险的吧 就要靠ADC在库尔的这个给盾的情况下 加速去捡几下 AD又是一个手比较短的 虽然说做了个火炮 但是那个火炮很常人触发一下的嘛 我这一盘确实Kramer的发育很肥啊 现在七个人头在手 已经是距离自己六神装只差最后一步了 他现在距离自己的超神也仅差一个人头 现在装备这么爆炸的话 感觉超神只日可待啊 这局霞的输出环境太好了 你想 bdd也管不了他 bdd也被限制了 可汗也不可能管他 关键是这个卡子两波想去搞他 两波都是自己经常死了 他两波这个瞎子都是想经常去踢这个Kramer的 压力太大了 Kramer每次都是大招我就往后一走 然后一个倒高你就死了 你就必死 没错 有的时候都不需要倒高 直接队友就把布隆的被动打出来就死了 嗯 瞎子没办法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假如睡个酒桶的话可能会解决很多的东西 但是这一局其实龙珠就想打前期 他们就是在BP的时候一开始拿了一个蓝波 后面的话 被动的去选择自己的阵容 确实对后面选择这个阵容选下来的话感觉很奇怪 嗯 嗯 持续力太不足了 就一波 而且 然后打没打出效果就尾了 而且他们在自己拿蓝波的时候没有去把Kramer这个点给针对一下 对吧 就你无论是抢还是还是你要去选择性班都可以的 但是他没有去针对针对Kramer 那蓝波在团战里面发挥作用真的是 而且前期拿到强势点的地方没有滚雪球 他们的阵容我觉得在选到第二轮的时候 什么鳄鱼蜘蛛女皇加霞这个几个英雄选择看起来很不像是要用卡尔玛来中单的你知道吗 看起来很不像是要用卡尔玛来中单的 没想到后面选一个卡尔玛刚好克制了蓝波 刚好克制了对方的这个金泽拉 团战里面的发挥 现在分着带线 212的带线 现在是想在蓝波那条线去推吗 他也不敢去点塔 大龙时间还有点长 现在还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优势 所以说也不着急 布龙出了一个新装备 极客的聚合 这个装备刚才出了一段时间了 一直是绑在AD的身上 其实这个装备他们家 怎么说呢 想触发的话 也只能给AD吗 平A就带这个特效 带减速效果 团战能留人就可以了 这边霞的最后一件的话 是要选择做大影魔刀 稳一点 还是防一手 虽然说我有大招 但是我大招可能会被瞎子经常给逼掉 你只有新特拉瞄我才有可能翻盘了 那我就尽量的出一点魔抗装备 清特拉瞄不了ADC 其实就很难翻盘了 哇 这边克拉曼的经济 已经是快接近1万7了 对面还是一个1万4 不得 这个维鲁斯 我在这个时候单点 霞根本点不过 就维鲁斯确实是那种 容易比较暗淡的英雄 有点被counter了 你看维鲁斯要击杀 造成了击杀以后才有机会 触发自己的被动 攻速加成 跟人队A 这霞只要开个W 就一顿乱射 这一局被动是个摆设已经 而且Gorilla打得也很憋屈 他选到一个锤匙 出了武速鞋之后 没有机会去勾人 除了上路那一波 算是打回来了一些 剩下没有机会主动勾 都是反手 留着保自己的压的后排 霞这个W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 小炮的那个Q技能 就差不多 你直接看下去的话 就有一个很 不错的一个攻速加成 还在攻击力加成 倒钩的伤害爆炸了 现在已经 大龙还有 已经发新了 这边呢 Africa还是想继续控大龙 控到这条大龙的话 龙珠基本上就没法守了 就这条大龙 如果说拿下来的话 应该至少是要破高地 因为外塔已经全掉了 先稳一手 兔子你没眼了 感觉要回去做一下 复出一下眼石 重新出来做一轮视野 刚踹到的是一个护盾 所以说不会打断回程 这一个小技巧 包括石头人的那个盾 也是一样的 要造成伤害才会去打断 没有造成伤害是不会打断的 打到盾上是不算不做数 比如说你把盾打破了 对 就伤害够高才可以 现在辅助的那个盾 基本上就是做出来了之后 能加个300多的血量 这边走位要先控远古巨龙 毕竟自己两土一火在身上 控远古巨龙的收益也是比较高 而龙珠现在阵容打龙其实很慢 也没有办法做交换 打野和辅助是在中路假装的 自己没有打 但其实胜大人在打 龙珠也知道 只是说他没办法过去 下半区盲视野 而且下路的兵线很差 这一波也没有办法去防守这个远古巨龙 就装一下吧 要不然打野区肯定帮着快一点 现在打了远古龙之后 再打大龙 基本上对面想抢的 想法都没有了 应该 马云这个地方打三郎 感觉有点小 这波是马云勾引对面的一个注意力 就有队友 哇 这个 康尔玛配合着库尔 两个人solo 大龙使用了 应该七秒钟 七秒钟 就毕竟是远古巨龙buff 叠加着两条土龙的效果 ADC的装备太好了 远古巨龙buff 外加这个香炉的加成 回家之后 大隐魔刀出来 六唇装已经是出奇 现在这一波生龙会的推进 这个侠太恐怖了 对方能够扛住 他三秒钟输出的人 好像不存在 对面基本上没前排 无前排 就盲森稍微肉眼 其实也是被A两三下就死了 这是一个雷霆盲森了 就盲森 前面两波已经是印证过 每一波想去TKKRMA KRMA反手一个大招 一个AQ 直接一个倒钩就死了 这沙子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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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技能倒钩的暴击加成 加上AD加成 现在伤害已经很高了 他一只羽毛 现在应该是200点伤害吧 就至少左右吧 对 应该吃药的吃药 准备上路防守 最后一波 但是也是一个慢性的防守 希望要寄托在Gurrila身上了 这个钩子 这边BD在攒球 他要把KRMA勾回来真的很难啊 KRMA你一波勾不死啊 你这边勾到一波他这边一挤 然后用大招就可以跑 想法很好 惩戒勾 这边选择了一个三线分带 要同时利用大龙buff给你三条线 而且两条边线的人都很难抓 一边是一个侠 他自带的一个逃人手段非常多 一边是一个鳄鱼比较肉 很难先手到 KRMA还是比较稳健的 队友 如果你来两个人的话 我就往后撤一下 就是托你的一个防守人员 这个碰塔 掉险 肉眼可见 AD拆的是最快的 AD点两下 这个防御卡就没了 再存一个火炮 再上去A点 毕竟两条土龙在身上吗 好 还上最后一下 现在下塔也是磨得上 三个塔都快掉了 又回家准备TP过来了 三线一起逼水晶 现在是 他直接TP中路 我看一下中路这个地方 水晶也是快被推掉了 稳了一手 没了 带着这波buff 应该是 能够直接把这个激励磨掉了 好 上路的水晶也没了 这边逼掉了一个水晶之后 看一下一脚踢到KRMA 但是不敢过去 前面已经吃过两次亏了 对 有 不在后面 他踢过去也没有用 他踢过去在空中就会被放大 然后反手一个倒空感觉 下路也是告破 中路这个应该是个bug 是一个显示bug 这边已经开始要去耗最后一路水晶了 一个钩子 钩到的是一个出现 反手的话 开启针牌完全不掉水 直接大招 嗨到了这个防盗门上 那现在新的拉大招也没了 所以 好像没啥机会了吧 已经是被迫三路的龙珠 还能不能够坚守他们的水晶 想之前面对三星的时候 但是 这一盘的阵容来说的话 是跟那一盘没法 超级兵来了 现在最后一道防线也要告破了 又是个突然 但是又有防盗门 伤害打过去 一个爱一之后 还是不掉血 下的一脚 虽然说踹的还可以 但是没有伤害呀 这边最后一个梅亚塔 看一下 又是狗狗狗狗 这边不掉血 不会死这边的话 反而是自己死了 这边闪过去 送掉 一个到中 在空中 住这边的一个精神难过 精神出了 还是被A两下直接点死 三杀了 要不要越拳拳 有机会五杀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还有CK的选手 还是比较有素质的 但是随着这一下的话 三杀也是破的要记得 没错 F3K的第一局 非常漂亮的拿下了比赛 对一局的阵容 决定了比赛走向的八成 其实前期 其实前期 红素帮已经很